晚上好,阿弥陀佛 请先开经本第二页 经本第二页 从第四行 第三句看起 光阴菩萨 宝床菩萨 至上菩萨 几根菩萨 这四位菩萨 我们今天看第三位 至上菩萨 在唐义本 称至上菩萨 康本 称会上菩萨 至跟会 那个意思是一样的 至上 会上 那就是最好 最极 最殊胜的智慧 那么 至上菩萨 赞看 这部经 是最极的智慧 最殊胜的智慧 而这种智慧 还在分为 智慧 智力的智慧 与利益 众生的智慧 那么我们来学习 本经 这一部经 它的特点 殊胜之处 如何表现 是无上的智慧 先说智慧 先说智慧 依着这个法门修学 确实 确实 让我们 得圆满的智慧 那么怎么能够叫 无上智呢 所有一切的了异经典 好长有不识 远程佛道啊 独独赞叹 阿弥陀佛的这个法门 叫至上 确实 了异大法里头 正如同 法华会上 世尊贤士的 大白牛车 让一切众生 都能圆满成佛 但是 这大白牛车 圆满成佛 这是对大菩萨说的呀 对一阵法界里头 从破一品无名开始 原教处 原教处住菩萨 二臣神 二臣善人 十法界里头 如龙如芒 你没有这样的境界 你入不了这个大定 所以 一切众生 好啊 但是要能弃机 那么佛叔说的 这一切法 最后 还是回归 还是回归到 疗异大法 所谓讲的 五二一五三 出佛方便说 四十九年 讲二臣 讲三臣 讲五臣 那个通通叫方便 真实说 唯有一臣法 一臣法 先给你奠定基础 一切众生 皆有佛心 多少人能接受 不得已 路也愿从 度无比秋开始 从小臣 阿汗 方便 到伯日 最后 法华会上 把这臣佛的大法 传授给我们 了异大法 你要不能弃机的话 没有用 那么 佛花了那么多年 讲了多少这些方便法 又有多少的众生 物质为悦 修学的境界 一直在停 一直都停留在自己的境界里头 不能再前进 认为我修学的大概就是到这儿为止了 可惜呀 所以佛一直用心地为我们开闲 开闲我们的信心 信心是什么呢 信心就是我们自信的功德 把自信的功德 还是融入他老人家名号教学里头 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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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悲 谋你 请进 我们自信心 慈悲 我们凡夫自私自利 我们自信心 尽量做小的这一种心情 母你 母你 请进心 对 对上根立志的人来说 用清净心修到断烦恼 对中西亚根性的学生说 用清净心你修到福烦恼 仰赖阿弥陀佛的大愿 往生极乐世界 断烦恼也好 往生极乐世界也好 都好 为什么 就轮回了 而佛陀大法的利益 就从这一境处理六道开始算起 一天还在这六道里头 没有所谓的利益可言 为什么 在六道里头你的变化太大了 这一世看你是大修行人 修得多了不起啊 一个不小心可能下一世 就到三途二道去了 你看那个在三途二道受国报 极苦的众生 国报受尽了 人家也可以再来投胎 到三途三道来 所以这个六道 那个更新 不定啊 佛要怎么教呢 这今天给咱们讲经说法 劝我们要信英国 要修善积德啊 佛唠唠叨叨讲了四十九年 可咱们一个不小心造了罪业 又到三途二道报道去了 你什么时候把三二道的国报 受尽呢 你再来投胎 都不晓得已经过了多少个无量节 虽然说佛事门中不舍人 哪怕是释迦牟尼佛走了 你要能遇到弥勒佛也不错了 弥勒佛要走了 你要能遇到弥勒佛也不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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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你想一想 弦截千佛就这样一个一个的过去了 凭自己的本领断烦恼 恐怕是弦截千佛到楼智佛完了 咱们还是断不了烦恼 所以世尊的苦心 拔着因果 拔着人生宇宙的真相 为我们爽明白 让我们有归心事件的感觉 直到六道轮回 我是过客而已 六道不是我的家乡 不是久留之处 这咱们听经文法听了一辈子 要听出这个门道 如果仍然还执着在六道的这个生死 执着在自己的探测无欲 仍然被自己烦恼习气所控制的话 那么我说 这经咱们没听懂 听了没能去做到 所以阿韩方等到伯热 讲最多的给我们讲伯热 二十二年伯热坛 一句话 一句话就是要我们放下 无所有必尽空不可得 连我们的烦恼习气 连我们的烦恼习气 你也要照见 叫五蕴皆空 你的色受想行识 也叫了不可得 能这样的一点点的觉悟 虽然处在六道里头 还算能够自救了 算能够度一切苦恶了 在般若里头告诉我们 是诸法恐向 不生不灭 不够不尽 不增不减 我们在这个 不够不尽 不增不减里头 我们反其道而行 我们加拔的 见顾我持分别 佛给我们讲了 无所有必尽空不可得 你要执着什么 任何能够你执着的 统统叫不可得 以无所得故啊 你这个时候 你能够无所得 菩提萨多菩萨 就以这个般若波罗蜜多故 得阿诺多罗三妙三菩提 天天念心经 心经开显的 六百卷大般若的精华 就是这至上 无上的智慧 菩萨他知道啊 以无所得故 佛都跟我说了 无所得啊 那一听到佛说无所得 人家菩萨当下马上就放下 那佛既然你说无所得 那就无所得呗 只要一无所得 你的境界就提升 你就叫菩提萨多 可我们凡夫听了多少个无量节 你心经倒背如流 仍然执着在 我有所得 有所得就有所不得 有所得 里头 起烦恼 有所不得 里头 照样起烦恼 起了烦恼之后 那就是造业 造了业之后 那就余三土 余六道感应到交 啊 那个时候真叫梦里 明明有六曲啊 这个六道 这个时候真的有 佛非把世间的善恶因果 出世间 修功德 修福德的因果 乃至于必要的时候 还把弟子们过去生 我们修学的因缘 给我们透露这些消息 增长我们的信心 好比我们这些念佛求往生的 听佛这么一说了 我们开始有信心 我是对念佛求修善根的人 那 入大城 入大城是刚刚开始而已 希望我们脱开心量 普贤菩萨十条大愿 就说这么一回事 脱开心量 这贤护等十六正师 这十六个人 后头讲的 贤共尊修谱贤大事 值得的 都是心量广大 心地慈悲的 佛子是叫我们 心量脱开 而你这心量一脱开的时候 现世人生里头 你种的是好阴啊 你开的是好花 是修阴好 临终 你才结善果 死了以后 那个后世报 那才真正叫开花结果 你要好阴 你要这一生 活得自在 没有别的 心量广大 所以诸位 咱们学佛 要能掌握住 请尽心于慈悲心 这两个修学的纲领原则 你就牢牢抓住这两回事 一切的修学 齐心动念也好 我的行为照做也好 时时提醒自己 悲于情敬心 与慈悲心相应 那么你很容易 气如佛境界 你的齐心动念 你的行为照做 再拿无量寿进经典来对照 你才感觉到 你才感觉的 我有一佛所行 今天咱们为什么感觉的 佛经里头讲的是这样 跟我自己 我觉得我脱节了 因为你没掌握到 清净心跟慈悲心的 这两个纲领 你仍然被自己的我执 被自己严重的烦恼习气 为所欲为 真到不行了 这就是我的习气 降山易改 本性难移 以这个来推谈 那么你永远不能入道 因为你没有掌握到 清净心跟慈悲心的标准 掌握到了 佛在引我们入般若 般若就是至上 无上的智慧 如何得般若呢 如何开闲自己这无上的智慧呢 放下而已 放下什么 什么都放下 能让我们放下的 因为他必尽空 他不过就是原生之法 在家 你今天恩爱眷属财产名利 世间这一切娱乐享受 原生之法 出家 不管你名气有多大 珠山长老也好 不管你讲经讲得多好也好 道场盖得多大 信徒有多少 收徒弟有多少 名气有多大 要能实时告诉自己 这是拿来度众生的 莫要到最后 莫要到最后变成 有什么好值得开心的 有什么好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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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看不通 不明白的话 反而是出家了 比在家更放不下 因为在家的是小家 出了家这个大家 一般在家的时候 名气没那么大 谁会认识我 那你一出了家 你看 要能讲经说法 名气大 盖道场盖得大 将来做了珠山长老了 要能放下吗 你要放不下的话 莫说断烦恼难 要念这一句 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 这些恐怕也放不下 唯有看清楚事实真相 要知道 般若只会 本来具有啊 这个是佛心 一切众生人人本具 当然去了 但因妄想执着 而不能真的放下 只要你 刚才我说的这些 在家的也好 咱们出家的也好 放下 你放下了 般若只会自然改善 那 现前的这个智慧 何其自然 能神万法 这个时候你眼里看 你看一切众生 这一切众生都是诸佛如来 这一切众生 这一切众生 你看到他的空性 你看到他的因缘所生乏 这一切众生 所以菩提萨多 之所以能够看破放下 就是他照见了 而且是看得清清楚楚 寥寥寥分明 佛用二十二年啊 来给我们讲这一桩事情 到晚年老了 开圈先时 再把这了意大法 做个归纳 把原先他一开始 就给我们讲的华严经 这个时候 等于是 给我们做个温习功课 一切众生都能成佛 你通过前面四十几年的学习 你信因果 明白道理 真能看破方向 开解你的不若智慧 这个时候 念念为苦难众生 那么 你的耿性 就能弃如大臣 就能如一臣 破一品无名 你就见到宇宙的人生 这宇宙人生的真相 十法界没有了 如一臣法界 这个真正叫菩提撒多 那么这是指所有的了意大法 净土法门 无量受尽 今天则无上智 我不依这个程序 我专念阿弥陀佛 我也没断烦恼 因为我断不了烦恼 只此名号 一心不乱 与阿弥陀佛感应报教 敢得阿弥陀佛把我带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我一品烦恼都没有断 生死凡夫 但是 极乐世界那个所谓的一阵法界 一阵法界受什么人啊 能去一阵法界的 通通都是破无名的菩萨 可极乐世界的这一个一阵法界 却能容得下我这个一品烦恼都没有断的 生死凡夫 理何在呢 没有别的 至少我辅助烦恼 我虽然没有断烦恼 但是我的烦恼是一点作用都不起 有烦恼等于没有烦恼 去到西方极乐世界 得阿弥陀佛大愿力加持 世尊一开始就说了 我这个世界叫无有众苦但受主了 既然无有众苦 我在西方极乐世界永远不可能起烦恼 没有烦恼 我也没有断 无名 但是就在大愿力的加持之下 我身在西方极乐世界的法性 可以说了 这完全是仰赖阿弥陀佛当年的慈悲大愿 建立这样一个极乐世界 但是世界何其多啊 我今天却偏偏悬上了西方极乐世界 我这个看上阿弥陀佛悬上极乐世界 这就是我的无上智 当年世尊不也把十方虚空法界 陷在韦提西夫人面前让他悬吗 你看人家韦提西夫人一看到西方极乐世界 那我就要这个 我们今天遇到这净土法门无上智啊 你这是自受用的至上菩萨 你要没有这个上等的智慧 所以你今天遇到这净土法门 你真的叫当面错过 就位 你看 咱们福门里头 多少这些也能讲经说法 也出家几十年的朱山长老高僧大德 或许他们也真的能修到断烦恼 凭自己的本领处理六道 但是当你给他讲净土法门 劝他念阿弥陀佛求往生的时候 不信 不接受 甚至还有的 自己宣说净土法门 自己也劝人家念阿弥陀佛 他自己就不念 那我劝你们念阿弥陀佛 那么我自己呢 我自己有我自己的方法 你说奇怪吗 你都能劝人家发心求愿往生 他为什么自己不肯往生 没有无上智 少了这一份信净土的善根 那么你说 众生本来具有的这个信德 这个智慧 虽然本来具有 那你说他们这些不信净土法门的 他们有没有这无上智 也有 但是他跟这个法门不能相应 他什么时候他才信这个法门呢 等他有能力去到华藏世界 见到文殊普贤 文殊普贤劝他念阿弥陀佛 或者还有另外一个方法 莫要等到 不必等到他去到华藏世界 什么呢 你现在就赶紧一直在他面前念阿弥陀佛 劝他也念阿弥陀佛求往生 不停 听不进去 虽然听不进去 但是呢 还是听进去 一如耳根勇为道手 多少次的六道轮回 陪他在这六道里头轮来轮去 还没到华藏世界 华藏世界不是那么容易去的 就因为之前你一直唠唠叨叨的 在他耳朵边劝他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 听进去了 勇为道种了 不信归不信了 还是道种了 转个无量节 说不定哪一天 忽然间他一时开悟 爱上阿弥陀佛 喜欢念佛了 所以他也不需等去到华藏世界 这个时候啊 他就转弯了 肯信阿弥陀佛 肯念佛求往生 可能跟我们这些法院当下往生的 可能比我们迟了多少个无量节 如此而已 至上菩萨的这种无上知 赞叹今天这无量寿尽净净土法门 我自受用 对我们自己信这个法门的 我们要有这个信心 你要庆幸啊 我今天你说大功德 大神通这些 我不如那些阿罗汉辟之佛 我唯一超胜他们的就是我信净土法门 我对这个当生成就之法 我这一生肯信肯愿肯行 只要我是整干 咱们这一生决定往生 所以对自己自受用 这就是至上菩萨 他的表法 他的赞叹 那么对他受用呢 我自己得利益了 别人也能得利益啊 那么这就从两方面 第一 我已经去极乐世界了 那去极乐世界 我就是阿批八支了 道价慈航回过头来做接引众生的工作 虽然 我们这个时候在极乐世界 已经具备了广学多文的这个能力 换一句话说 一到西方极乐世界 你什么法门都通了 需要一桩一桩去学吗 不需要 清净心的密码拿到了 在极乐世界 在极乐世界 那真叫一净通 一切净通 不是一步经 一步经 一个法门 一个法门 要这样次第去学的 那你说无量法门 你要花多少颗无量节来修学呢 不是 我只要拿到清净心的这个钥匙 而清净心的钥匙 正是我们同时求往生资粮里头 你的清净心 你的慈悲心 换一句话说 我今天念阿弥陀佛 我念到开闲 我的清净心 慈悲心起作用 我能往生 这是资粮啊 因为我有清净心 我有慈悲心 我能往生 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去之后 无量法门 我自然通达明了 你就如同那个六祖慧能大师一样 明心见信啊 你随时都能为人言说一切法门 所以这个时候 回过头来 道驾慈航 你遇到哪些众生 你就为他说什么吧 那你说师父 我过去生啊 我生生世世都是 专修无量寿经 都是专修 专念阿弥陀佛的 我不止这一世 专修无量寿经啊 我很喜欢这无量寿经 阿弥陀经 意思大概就是说 我生生世世都是 只修无量寿经 只修阿弥陀经的 我要去了极乐世界 没错 我是做了菩萨了 也是阿弥悦智菩萨了 我回过头来度众生 你说 我遇到这些刚强南化的众生 我怎么度他们呢 度众生那要有无量法门啊 但是我没学啊 我以前就听你的话 我就一门深入啊 你无需操心啊 你今天一门深入 一门深入的目的 是要能往生 咱们今天是图个可以往生而已啊 一能往生极乐世界 无量法门你通通明了 你得阿弥陀佛大愿力的加持 你这个时候能够服烦恼 几乎你就是没有烦恼了 清尽心献权 和其自信能神万法 无量法门那也是万法呀 你这个时候一接触到无量法门 你自然通达明了 还需要一桩一桩去学的 好像我们现在一样 我们现在学经教 是不是一桩一桩学啊 学了阿弥陀经 又学另外的经 学这个经 等学到那个经的时候 前面的阿弥陀经忘光了 这些统统叫寄问之学 不长久 那如果是自信开显的 不需要学 什么经拿到手上一看 你都能解如来证实义 什么经拿到你手上一讲 你都能够为人言说 如六族为无尽葬 敌求你讲涅槃经 如他老人家为法达开言法花经 那个一礼一礼 所以无需担心 对度众生 你决定有无尚志 你那个时候一定是至上菩萨 更殊胜的是 你这个时候接淫众生 你一定会找机会 把净土念佛法门介绍给他 不管他什么更性 凡是咱们西方极乐世界回来的菩萨 一定会把老师的这个法广选六部 今天给你讲其他的这个法门 不过是什么呢 方便说 一下就给你讲净土 怕你不能接受 你喜欢什么 你喜欢六株弹经 这个时候菩萨他就为你讲六株弹经 从六株弹经里头讲着讲着讲着 不知不觉的把你带到净土去 你这听六株弹经 听到什么时候你变成听阿弥陀经 你都不知道了 这就是极乐世界菩萨的至上 这就是了不起啊 他之所以如此 因为八万四千法门 最后统统都回归到这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 直接的给你劝念阿弥陀佛 你不一定接受 所以菩萨上瞧观机 能直下承担的 不会给你开眼其他法门 直接的你就实心踏地 老实念阿弥陀佛 这一生一门深入尝试训 不是这个专修法门的 菩萨就能依你的根性 善巧方便 最终引导你入净土法门 这是极乐世界来的菩萨 他以这样的无上智慧 来接引众生 那这讲的都是别人啊 如何干呢 那么诸位今天 我们念佛同学 我们如何做着至上菩萨呢 自立第一 我这一生决定往生 你念佛能够这一生得生 你就是至上菩萨 因为你有无上智 法门你选对了 我们这一生要真正能实现往生的话 你接引众生啊 所以接引众生最高明的手段 那就是我们自己能往生 一句话都没说 这个人啊 一辈子从来都没有讲过一句法 也从来没劝过我求往生 但是我亲眼看到他 欲知实至无疾而终 到临终前啊 才几句话劝我们 这世界假的呀 你要来得及看得破坊的下呀 你要专念阿弥陀佛 就简简单单的几句话 讲完走了 真的欲知实至无疾而终啊 那你说让我们这些旁边在看的人 你这个时候对这个净土念佛法 若一日到若七日一心不乱 这是一点怀疑都没有了 善根真的 这个时候看到这样的表演 死信他的 信这个法门 所以我们同学要真能欲知实至无疾而终的话 你这个真的是 为阿弥陀佛 开源这净土法门 劝多少念佛人 对着净土求往生 对着净土求往生 升起加倍的信心 这是最殊胜的 那我自己能往生无上 你得无上志 我这个往生 我这个往生的视线 我这个往生的视线 感化了多少人信净土念佛法门 这是至上啊 其二为人言说 那这个是第二招啊 第一招报灵 第二招就不一定灵了 你看讲经的法师 纵然天天讲无量寿经 天天讲阿弥陀经 底下听众也天天在学无量寿经 天天在学阿弥陀经 不见得每个人都发菩提心 那发了菩提心 也不是见得每个人都真正发愿求往生 不是每一个都去西方极乐世界的 所以说这个为人言说啊 那第二招啊 已经不如前面的那个欲知识知 无疾而终那个了 但是无量法门里头 对一个学讲经的人 对一个讲经的法师 我今天能一门甚入 我自己专修净土 我专宏净土 这也是学无上志 因为这当生成就之法呀 那学其他法门行不行啊 当然也行啊 那人家本来就修其他法门的 你硬是要人家修净土法门 反正这个净土法门叫三根仆被利盾全收 他今天纵然没有深信 或者他不信 我把这净土法门讲给他听 增长他的信心 他那个不信的 我让他种下这一念的阿弥陀佛善根 有何不可呢 所以我们为人言说劝人家念阿弥陀佛 你学无量寿经 你学阿弥陀经 为人言说这一部经 绝对不会把人家修净的法门带错 你放心 你不会去做野狐狸 只要你不要把净土法门 这念佛修行的道理方法讲错 不要把人家修行的路子给带错 那就行了 那至于说契机不契机 决定契机 你放心 那如果你说说其他法门的话 那要小心 人家是参禅的底你给人家说密 人家是修密的底你叫人家参禅 那就不对了 那我不管你是念佛是参禅是学密 我劝你念阿弥陀佛 这绝对出不了 所以我们自己现在 我们自己专学净土法门 所有一些经里头 我今天对一部无量寿经 对一部阿弥陀经 我一门深入尝试熏 毕生的这个经理时间 我的这个精神啊 完全射受在这一部无量寿经里头 增加我求往生的信心 增加我念佛的资粮 这是至上啊 你这真正叫大智慧啊 那 各位啊 信这个法门之后 真肯万元放下老实念佛 甚至连其他的法门也放下 所以这个念佛人叫世间缘放下 佛门的缘也放下 他自己这一生真正是随人消旧业 只管住自己的烦恼习气 天天照见自己 无孕皆空 这一个人 不管他是警教通的也好 乃至于是不四字的阿公阿婆的也好 他就是本经的至上菩萨 他真正的无上知 那跟诸位说 世间法放下容易 佛门的法要放下难 世间法情之而已嘛 主世间法 法治太重了 那母女说我们怎么办呢 秦职也放不下 法治也放不下 我今天把秦职我把法治 我通通转为咫尺名号 不就得了吗 换个对象 你说我爱 我什么人我都不爱 我爱阿弥陀佛 心想 心想 我什么事我都别想 专想阿弥陀佛 专想累积资粮求愿往生这桩大事 是心做佛 是心是佛呀 心想佛时 心念阿弥陀佛的时候 那真叫一佛念佛 现前当来哪有不见佛的道理呀 你能守住这一门 这就是大智慧 这就是智商 我如是行 人家看到我们的行持 这一个人 愚人无证 愚事无求 随缘消就业 他真羞啊 真干啊 你看他真的是在改自己的烦恼习气啊 你从他身上 你就读到一部活生生的无量寿经 阿弥陀佛经 阿弥陀佛经说什么 劝信 劝愿 劝行 我这部阿弥陀佛经我看不懂 没关系 你看他 你看他一生的行持 你看他那种 愚人无争 愚事无求 你看他那种 把求往生作为第一桩大事 儿孙 眷属 财产 名利 烦恼习气这些冲通放下的 你就从他的生活行持里头 你看到 本师释迦牟尼佛是怎么教我们 劝信劝怨劝行的 你看他改烦恼习气 好好地看一遍 圣过你天天做完课 把无量寿经从三十二品背到三十七品 那个能备 那个能备有什么用 这个你亲眼见到 你看到他 把阿弥陀佛的大愿变成自己的大愿 我天天在做早客 阿弥陀佛 你今天眼睛看到的这个人 活生生的阿弥陀佛 从他的生活行持行为照做 就是一部无量寿经 就是一部阿弥陀经 这个人叫至上菩萨呀 我发愿 我们发愿要做至上 我发愿 我们发愿要遇到这样的至上菩萨 而这一位至上菩萨 他给我们显示 他给我们赞叹的 就是这个法门 治理无上智 利他殊胜的大智慧 能善耿仆辈 利盾全手 利益所有一切更性的众生 那从至上菩萨 他的表法 让我们学习到 这一部无量寿经 这个净土法门 他那种自立 耿利他 与其他法门来较量 来相比较之下 他的特别 他的殊胜 他给予众生 无上圆满的智慧 这就是这一位至上菩萨 在本经在此地 赞叹他表法的意义 今天时间到至上菩萨 为大家介绍到此地 好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今天 以此 讲经 听经 功德 祈愿 进宫老和尚 法提 安岗 回向 定权法师 父亲 王本利 老居士 往神 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天佛 祈祢 父亲 父亲 母亲 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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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祭 山徒 苦爱 若有 解温 真 心 心 心 慈祭 仅 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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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祭 仅 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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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 恭送法师 阿弥陀佛 今天听课到此结束 明天八点欢迎大家再来网上听课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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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